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264集 扑朔迷离 李妙真对武夫体系了解不多 毕竟他下山历练才短短几年 没有遇见过恰好冲击炼神境的武夫 像杨传南这般经验丰富的 一眼就看出许清安在冲击炼神境 这是过来人才有的眼光 没记错的话 冲击炼神境的极限是十天 李将军对武夫体系不太了解吗 我为什么要了解 你似乎不太瞧得起武夫啊 李妙真颇为幽默的回答 我不是一个人 啊 许清安他不由的想起了 骄傲的白衣术士和儒家读书人 他们同样瞧不起武夫 这个世界的鄙视链就是 谁都不服谁 但是呢 大家一致看不起武夫 除了术士和武者 各大体系都有超越品级的存在 或出现过超越品级的存在 但术士的作用远远高于武夫 术士更容易得到尊重 不知道什么时候 武者体系也能出一位武神 真叫人气都冷啊 回到驿站 张巡甫和江绿忠已经不在大厅 留下一名虎奔卫候着 告诉许清安和李妙真 巡甫大人在房间里等候 敲开张巡甫的房门 许清安与李妙真进了房间 李将军画的那个人 就是替周明保管证据的黑市铺子老板 我解开周明留下的暗号 搜索到那边 才得到了账簿 许清安把事情经过 告诉张巡甫和江绿忠 听完 张巡甫脸色凝重 原先那个老板 会不会就是真正的保管账簿的人 许清安点头 十有八九似的 而且没猜错的话 估计已经被灭口了 后来我遇上的铺子老板 是梁友平假扮 江绿忠摸了摸下巴 坚硬的胡茬子 语气不解 那他们是如何找到黑市去的 还记得我分析案子时 说过的话吗 许清安捏着眉心 我们是通过杨莺莺这条线索 查出黑市丁十五号铺子的 但这条线索不是给我们的 而是给青州部证市杨大人的 也就是说 周明原本留给我们的线索 提前被人破解了 世上的聪明人 比比皆是 李妙真摇了摇头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既然已经找到了账簿 直接毁掉便成了 为何要留下来 等着你们去找 再把账簿交给你们呢 江绿忠吃了一惊 账簿被调包了 我们拿到的是假的 不 张巡甫呢摇摇头 如果账簿是假的 明日本官去都指挥使司对账 很快就能看出破绽 那他们送假账簿的意义何在 江绿忠眉头皱得更紧了 可是送真账簿就更离谱了呀 把真正街头的狗肉铺老板给杀了 然后账簿原封不动的还给我们 的确 账簿不管是真是假都不符合逻辑 许清安 捏着眉心在房间里夺步 就让我们来好好回顾一下这个案子 周明查出杨川南案中支援山匪 写密信回报衙门 其党得知后 当即向打个人衙门发难 制造了贪污案 试图逼迫未攻妥协 随后在我的机缘巧合之下 查出了齐党勾结乌神角 暗中扶持山匪的内幕 朝廷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派我张巡抚用力的咳嗽一声 许清安立马改口 派巡抚大人赋云州查案 是才我在黑市里询问过 丁15号的原主人是一巡前被害的 而这个时候 我们还在青州边界 李将军 杨川南市什么时候 说到京城那边传来的密信 信是大概六天前收到的 来自杨大人的一位好友 这就对了 我们走的已经是最快的路线 齐党即使比我们快 也不可能超过一巡 杀中民灭口也好 杀狗肉铺老板也好 应该和京城的齐党无关 我们真正的敌人在云州 这样的话 这一切都是杨川南的苦肉计 二 幕后有一个黑手 准备把杨川南推出来当替罪羊 在密信传回京城时 就开始布局谋划了 杀死周民 寻找被藏起来的证据 并试图让杨川南背锅 倘若账布是真的 那么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相当于主动把屠刀递到我们手里 账布是假的就更没有意义了 杨川南既没有摆脱嫌疑 也没有真正货罪 梁友平主动把账布交给我们 反而惹来猜疑 变相地救了杨川南 李妙贞敏锐地捕捉到一个逻辑漏洞 也就是说 账布一定是真的 依照你的推测 账布是真的 有一个幕后主使 想把杨川南推出来当挡箭牌 那梁友平杀死狗肉铺老板 亲手将账布交给你们的行为 就不合理啊 是的 账布是真的这个前提下 幕后黑手只要等待巡抚队伍找到他 杨川南就百口默辟 梁友平的行为就多此一举了 张巡抚拆音道 或许是账布有问题 账布是真的 但它存在某种问题 这个问题会让我们把矛头 指向真正幕后黑手 因此 他们不得不绞尽脑汁地找到他 毁掉其中的破绽 然后冒充狗肉铺子老板 等待我们找上门 好将账布交给我们 江吕冲先是点头随后摇头 他们怎么知道账布有问题 这账布不是周民做出来的吗 张巡抚微笑 周民之所以能找到证据 因为他是都指挥使司的经历 掌库房和收发 军备器械都要过他的手 而那个梁友平 他也是一名经历 徐清安突然说 有件事我没想明白 李妙真忘了过来 嗯 为什么负责把账布交给我们的是梁友平 徐清安扫过三人 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梁友平已经暴露了呀 我们一旦抓住杨川南一番拷问 他为了自证清白肯定会辩解 会把知道的通通说出来 这样的情况下 只要我们对照梁友平的画像 就有现在这场会议了 李妙真皱眉 因为只有梁友平能找到账布里的问题 江绿忠瞅了他一眼 他没有充足的时间 找到账布里藏着的问题 届时换人伪装就行 根本没必要让梁友平一直待在那 要不是宁眼看到你的画像 他根本意识不到狗肉铺老板是假的 也就是说 只要那人不是梁友平 我们就不会发现 看起来就像主动把破绽暴露了 至于易容 以许清安等人的眼力 近距离接触 很容易就能看破伪装 朱广孝在梦中惊醒 感觉到了膀胱的膨胀 于是起也上茅厕 出了房间 行至走廊 忽然看见大厅里 桌边坐着一个白裙女子 她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绣发 这个角度 朱广孝只能看到白裙女子的侧脸 仅是一张侧脸 便美得不似凡尘俗 让人怦然心动 苏 苏苏姑娘 不 是那女鬼 朱广孝双眼 几乎要瞪出眼眶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